二、一、请勇捡 后资9.8亿元历经两年五个多月的重建 18后崭新的南方澳跨港大桥 在原址举行重建工程通车起伏典礼 南方澳旧桥自108年10月1日 发生断桥事故至今已过了三年 当时压垮三艘渔船造成六名外籍渔工死亡 震惊全国 新的桥梁不止抗扶时还耐震 使用年限也比一般桥梁多一倍长达一百年 在这三年当中大家都知道 因为疫情的关系缺工缺料 但是大家还是克服困难 而南方澳旧桥断桥事件 也让政府开始着手建立相关桥梁检测补墙 设计规范以及养护要点 同时针对全台两万六千座桥梁进行总体检 并将101座急需重建补墙的桥梁整顿一番 预计明年四月将会全数完成重建 未来我们会继续努力改善我们渔港的相关的规划设施 提升我们苏澳港港户建设跟周边的观光景点 让我们南方澳继续成为重要的渔获交易地点 也成为大家喜爱的观光圣地 共同来带动我们宜兰的发展跟繁荣 南方澳大桥的外观造型也发想着南方澳渔港轻鱼的故乡 夜间还搭配艺术光雕系统展现新面貌 让南方澳大桥布置安全 还要成为南方澳的新景点 渔莎新闻怎么大事不来源 一类苏澳采访报道